这是我们今天第六次的录影 在我们面前是基本逻辑 这是由刘真教授在1992年 编写的一本逻辑书 从第一章到第九章 就包括有语记 逻辑演算 还有数词逻辑 数词逻辑就是讲的量化逻辑 他有做很简单的 简单恶要的说明 再来我们来看的这本逻辑书的话 是台湾大学理哲学新论 理哲学新论这是1989年 国立台湾大学理哲学教学委员会编著的 这本书的话 他第二章是讲逻辑语记演算 第三章是讲数词演算 就是讲量化逻辑 从一二三章就已经包括300多页 可见这个是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教导的一门学科 再来一本书的话是 Mathematical Logic 这本书是W.V.Kwain 在1960年代左右出版的 我们在1980年 81年左右 他训言中 我们注意到Kwain对Gordel推崇被制 再来一本书的话是逻辑与哲学 这本书的话是由林振宏教授所主编的 这本书的话是由台湾跟中国大陆的一些 杰出的逻辑学家还有哲学家共讨论 其实有些论题是非常难 像他们敢于探讨沈穆鼎的逻辑辈论的探讨 也有说对Kwain的逻辑 还有他对哲学的看法进行讨论 当然是说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各国队的著作都是非常难读的书 有的德文原作 讨论起来不是很容易 他们其中也有对Kwain的逻辑进行讨论 其中有些论文是非常难以阅读的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 我们就来简单的说一下 逻辑的基本的定律 就是它的基本语气演算的规则 这是有的乌尊教授1992年所编写的 从肯定前件就叫modus polens modus polens我们来读一下 就是如果P那么Q P的话所以Q就叫modus polens 这一个语句P那么一个语句 则有一个语句Q 如果语句P成立的话 那么Q也成立 就是否定后件的话叫modus tonens modus tonens意思就是如果P那么Q 如果不是Q的话那么就是灰P 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吧 那一个句子的话在逻辑上面 一般我们来讲它是要么是真的 要么是假的 这个是从我们从那个 Coltenbergberg在19世纪末期 发展现代逻辑 他们就是这样设定的 当二世纪有的逻辑学家发展出来 三指逻辑 来解决一些困扰人的问题 像宗教或者是其他一些感情上面的问题 或者是价值方面的东西 就是三指逻辑的发展 在modus tonens 像在重要的逻辑学著作中 他们都会介绍这些东西 像Golup Flag的逻辑书 在1970年左右 就由建桥大学的教授 从德文翻译成英文 它证明方式很像阶梯一样 证明当一个逻辑 就是它设定的一些 然后再来发展它的理论 它也可以证明这些基本的 逻辑定理是怎么得来的 这我们可以参考 参考这种关于Frag的书 在罗素的书里面也是有介绍 罗素跟怀德海在二世纪初期 接着Mathematic Principes 就是数学原理 他们也刚开始也是就是在讲 他们这些多级的规则 是怎么导出来的 他们也是用他们的 用他们特别的方式 推导这些像这些W negation P等至于PPP或Demogen 小括号P解Q 等至于小括号不是P 或者不是Q 像这个样子 当然都有讨论的 这是逻辑上面 我们刚介绍Kwain的 Mathematic Logic 刚开始也是在讨论这个东西 不过它的问题就是说 它对这个传统的 这个韩运关系 implication 我们这样看韩运的 多P的Q 等至于不是P那么Q 这个韩运关系的话 在哲学上面 曾经有过剧烈的讨论 因为Kwain在1950年代 批评这个逻辑经验论 跟那个传统逻辑 都是把主书部 当成一个分析问题来处理 所以它在攻击他们 他们这样子是不对的 这样子有一篇文章就讲 Tudogma of Antiruses 就在批评这种主书部 所以这个P应含Q 或者是弱批者Q的意思 这在逻辑上面 是有很大的争议的地方 就是看得出来 但现在是好像这方面的东西 大家也不想讲 因为讨论太多了 有的人是不太说这方面的事情 但这个Tudogma of Antiruses 最近就在这上面 就是会跟人众所皆知的事情 就是寒运的问题 像我有看过 Tudogma of Antiruses 有翻译成中文 但翻译的有地方翻错了 E to the exploitation Tautology这些东西 我们到时候会再来说这些东西 Conjunction Simplocation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再来看 就是讲这个刘征 1992年条件证明 就condition of truth Assumed of truth 如果P那么Q 弱批者Q 然后再来EP 就是先假设这个结论是错的 然后我们再讲 会得到 这逻辑会得到P且非P 就叫contradictory 就是说结论为假的话 是不能成立的 就叫做进阶证明 就像卡玛斯的生意价值论 就是认为可以用进阶证明的方式 证明卡玛斯生意价值论 不能成立 再看着我们就看到数词逻辑 Predictive Logic 其中有UIEIUG 就UI的意思就是讲 讲的就是 Universal Instantuation 就讲全称立化 全称立化我们看到 它就讲说 F的所有X 则G的所有X 如果我们可以得到一个F的 一个A的一个特个例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得到G的一个个例 这叫Universal Instantuation 就是UI规则 就是UI规则 UI规则的话 讲的是Existential Universal Instantuation 存在X X所有的X 者 K所有的X 存在一个X H的X 那么就存在一个X K的X 然后我们就得到一个H Y 这叫做Existential Universal Instantuation Ut规则就讲 Universal Generation 就讲如果一个X 那么G的所有X M的所有X 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 可以看得到这些东西 Universal Generation 还有就Existential Generation Existential Generation 的话 讲的就是 存在推广 X H的所有X K的所有X 那么存在一个X HX 那么也存在一个X K的X 得到HY 这样一个Existential Generation Universal Generation 就是X G的所有X M的所有X 当然我们可以介绍的话 会介绍的比较详细 我们就今天说 做简单的介绍 非常高兴 谢谢